古代的庄子有个故事 说在烟雾弥漫的青城 有一个人划船逆流而上 突然一艘小船直直地冲着他而下 他暴跳如雷 开始对着船怒骂和怒吼着 接着他发现撞上他的竟是一艘空船 他摇摇头气也消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在人间事情的本身 不会造成我们的伤害 会伤害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 我们的念头如果把这件事情想得非常不好 你就不停地在伤害自己 如果你把这件事情看见有希望 能解决你念头一变 你的命运就在改变 所以我们良好的智慧 用良好的心态 用正能量来改变自己的念头 这个世界也会随着你一起转变 对转念的原因 为什么有些人一生都想得通 为什么有些人一生都想不通 在于包容 因为人看到弱势 内心就会生出怜悯和包容心 往怜悯和包容心的方向去想别人 很苦你就会变得很和善 你的气也会慢慢的消除 所以夫妻之间 父母亲之间和孩子之间和同事之间 多想别人好的少想别人不好的 你的念头就会转换 你的气就会消了 在你的生命当中就会出现风和日丽 如果你天天往怨恨的地方去思考 去想象 你的人会变得越来越暴躁 所以佛法界讲 人的一念可以让你成佛 也可以让你成魔呀 我会让你成佛的地方去思考 我会让你成佛的地方去思考 感谢观看